《严喜攻略》 魏英若勇闯后宫 还当上贵人 这女人肯定不简单 最近很火的宫斗剧 《严喜攻略》正在上映 现在才只更新到18集 就已经让众多剧迷非常喜欢了 这部剧不苟穴不拖沓 剧情特别紧透 很是吸引人 不是唯一不值得追的好剧 《严喜攻略》 魏英若勇闯后宫 还当上贵人 这女人肯定不简单 女主魏英若 为了找出自己最爱的姐姐的死因 不惜生命威胁 进攻挑战权贵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语 善良可爱 赢得了皇后弟弟的 爱与皇上的宠爱 在寻找姐姐死因的这条路上 英若经历了很多 有趣又凶险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样一个女子 是如何在深宫中生存下去的吧 魏英若一进攻 就就跟皇上和皇后弟弟 有了一些偶遇 这些偶遇 都是在提醒下面的剧情 他们二人肯定会 跟魏英若扯上关系的 最先是皇后的弟弟 魏英若去接近她 因为一开始怀疑 她就是杀害自己姐姐的真凶 英若便便调查 她便与她接近 皇后弟弟 渐渐便被这样直言无悔 由永有谋的喜女子 给吸引了 还跟自己的姐姐 喊来想要娶英若 英若之前 对她展开的疗功 确实是不可小觑的 很是有趣 这不句好就好 在不会给人一种 很深沉的感觉 是有清新 有俏皮感的后工具 可是不得不说 英若注定 与她不会有什么好结局了 毕竟两人所求是不一样的 只想为姐姐报仇的英若 不会因为这些儿女私情 就耽搁的 再来说一说皇上 皇上是一个多疑的人 一开始总是觉得 英若是那种 想要攀龙赋奉的人 特别瞧不起英若 英若可不是这样的人 皇帝也不例外 所谓日久见人心 久而久之 皇帝也会对英若另眼相看 是否会被这样一个奇女子所吸引呢 答案好像是必然的 这样两端恋爱 英若又会如何选择 我们可以继续观看 变客知晓 再来讲一讲英若 英若这么聪明 这么爱真分明的人 她对待自己需要什么是很清楚的 她在后宫里走的每一步 自己想清楚的 她要一步一步的完成自己进宫的墓前 查出杀害自己姐姐的真凶 为自己的姐姐申冤 还自己姐姐的清白 这一步的发展 帝也会发展 我想明昏 变客转发展